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 你们好 我是卡洛斯 自从2019年的9月 我在YouTube上开始做一些有关Stan的影片之后 来到现在大大话话多两年 每个星期都有新东西可以教大家 骗你 始终我们做YouTuber 都不是什么都懂 但卡洛斯好幸好 很多人都知道我今年来到一个新地方教我 在一间背景不同文化不同 土壤不同的学校生活 有时候我未开始教学生东西 已经由现任的老师和同学生上 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例如最近有人来访问 林sir和学生 就拿了遥控汉车出来 安装和修理 遥控汉车这一份 卡洛斯玩就玩过 但老实真的没有他们玩得这么发烧 说的遥控汉车和真车的比例是一比几多 和所有起动装置 叉速装置 避震装置 都跟真车有点相似 所以我想我都要好好地去学习才行 但在我未开始玩到这些车之前 今天我想和你做什么呢 原来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开箱 而开箱的内容 都是和遥控车有关 说真的 大的遥控车结构这么复杂 我一时三刻又怎会学会怎么玩呢 但开箱玩玩具又不一样 你会问我 这么小的车仔有什么学问 你不要告诉我它是遥控车 你没听错我没说错 这架真是一架1比76的遥控车 矮盒坐下去都应该刚好 stanny 说 but now I'm paying for 要在费多少呢 当然还 Wasn't只1MI00那样便宜 大概500韩 你可能会问 玩航车仔玩具 关 fertility生习学习什么事 那你就有所不知了 原来我们買这辆车回来 是為了參加香港遙控模型車新星賽2021 這輛1比76的車就是大會指定 而我們更加要按照大會的指定 去砌出這個跑道出來 操縱遙控車跑圈和拍出短片 至於比賽規則大家可以參考這一份 10月15日截止了 要參加好快手一點 今天我就說明為大家開箱 所以現在拿一輛黃色車開給大家看一下 打開了盒子你會發覺車好像黏住了 撕不出來 原來先要打開了車殼 就會見到很精密設計的車身 鋰電池、接收、動力系統都一言俱全 車頭、車尾燈都有了 繼續打開箱你還會見到有兩個試卑的車殼 顏色就是灰色的 喜歡組模型的朋友 可以慢慢將它上色噴油 好 只是這些動手作的活動 已經夠了 接著再拆下去 你就會見到有遙控器 遙控器分為兩件 非常簡單就可以組合在一起了 而你將組合了的遙控器 你會發覺外形差不多 而且油門、掌陀等等的控制方法 都是大致上一樣的 供電方面 你會發現車底是有USB-C的插口 自然是用來充電的 而遙控方面 就要在手柄中入四顆3A電池 入完之後 蓋回電池蓋 然後將手柄和遙控重新組合在一起 打開遙控上面的開關 看看有沒有電線 遙控面板上有幾個旋扭 用來微調、油門和軚盤 操作方法說明書上寫得很清楚 好了 打開了車底的開關 兩者已經配對好了 擺態也有反應 我們現在開始試試試看 我將四個微調稍微調調一下 就已經發現遙控好得心應手 以至於騰騰轉、打八字的基本動作 我都全部做到 特別講一下 這輛車還有不同的顏色 有橙色 還有綠色感 自然你們都可以利用廠家 提供灰色車殼 自己做自己的設計 所以你見到 林Sir和學生在這裡 都玩到畢業樂乎 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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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可以可以 跌到坑 讓我想起 Antman 扔那個東西出去 就會變小 扔那個會變大 Antman第二集 用HOME MUSICAL 對 我覺得 Antman好過人 走走走 不要撞到我的機率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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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它走 吹它走 可不可以控制開關 沒有 最後讓我們發現 原來未連接好遙控器 車頭燈就會閃 連接好就長著 你說如果能夠用遙控器 來控制車頭燈 開關就更加聰明了 好 讓我先拍一下 靚車位 一手軚L位 成功 卡老師 更希望將來 大學生玩比賽的同事 一直增長自己 對原車的認識 將來可以和大家分享這麼多 好了 我今天分享到這裡為止 我是卡老師 喜歡我的影片 請你訂閱 加贊 和分享出去 再見